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俱乐部前身为文贤SPAR游泳池 原本就是台南地区享有盛名的地区游泳池 在董事长王冠斌的经手与操作之下 赤资三千万 将其重新打造 游泳池整体空间调高12米 除了有9条宽敞的水道之外 通风加 无意味 在市营运期间就吸引了500多人加入会员 我们的水道它有两个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深水区 它是给水性非常好的人 他就会去使用所谓的深水池 那潜水池就是我们称之为教学池 除了我们可以当作我们培训小选手之外 那很多我们内部会开的所谓的训练的课程 可以让我们来这里学习的小朋友 可以得到最安全 最好的一个使用空间 俱乐部内有三温暖 烤箱 温控教学泳池 蒸汽养生水疗馆等SPA设施 这些都是董事长王冠斌精心营造的友善空间 希望让来到这里放松的民众 都能有最高品质的享受 我们提供最好的三温暖式的设施 还提供了按摩 淋浴 还有冲击 那最大的特色是来自于我们外环的飘飘盒 不管是老年人或是曾经有受过伤的人 因为它逆向式的水流设计 可以给它带来最大的阻力 那这样的阻力可以对于它的身体的附件跟恢复 它具有非常棒的一个舒缓的方法 这样的多元设计理念 董事长王冠斌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从整体水道及设施的尺寸设计 空间规划 再到泳池设施中最重要的水质管控部分 为的就是要将最完美的休息体验带给民众 我们这里水质最大的特色是来自于说 它除了所谓的恒温之外 每年会做定期的设备的开换 我们还聘请所谓的专业的 叫做水质管理师 来做我们泳池的水质的管理跟控制 俱乐部自成立以来便积极为提升国人健康所努力 同时以深入社区的融合 未来将以人们的推广 社会的服务等精神为宗旨 为提升国人修气娱乐生活继续努力 我们产美最想要经营的理念是来自于说 第一社会回馈 社会服务跟提升游客使用的人物的思维 来成为一个除了具有商业空间之外 跟生活空间 也期待跟所有爱好游泳的人 有更好更密切的一个接触跟活动 未来俱乐部将定期举办商展 艺文活动 个人作品展览及人文关怀 也计划筹组游泳队 培训具有游泳潜力的小选手 并将场地提供给全中运作为培训基地 期望能为国家栽培优秀选手 我们未来的经营方向 除了说我们希望得到社区的融入 跟企业社会责任之外 我们会组一个勇训队 有一些很热爱游泳的 但是它可能碍于经济上有困难 我们也会赞助它票券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计划 在国人休闲意识逐渐提升的今日 健身运动成为增进健康 与放松心理压力的最佳选择 俱乐部的成立 为大台南地区诸如一股活水 不仅为在地的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场地 同时也为国家的体育发展 尽上一份心力 长美SPA馆 带给你在家班的舒适与放松 欢迎你一起来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